在市区古龙巷边的这座古厕外墙里 藏着一尊风狮爷 他仅有十几厘米长 如果不是有心寻找 哪怕是小朋友路过这里 都很难发现他的身影 房子的主人告诉记者 这尊风狮爷的年纪 可比他年长多了 黄先生回忆 自己小时候家门口对着一条巷子 所以长辈就在这放了一尊风狮爷 穿梭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 记者还发现了好几只嵌在墙中 或是趴在房檐屋顶 蹲坐于家宅门前的风狮爷 从他们的外观 就能大致分辨出所属的朝代 胖胖的是唐朝 萌萌的是宋朝 凶凶的是明朝 瘦瘦的则是清朝 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狮爷 根据不同的任务 还有着不同的姿势 数量也不一样 一对的叫狮子 如果它是一公采球的是公的 采小狮子是母的 它一般是一对 那如果是趴走的那一种 基本上是银行的 站立的那一种是在哪里呢 是在机关里面的 所以它是起到什么 保卫 那个护卫 那单个的我们泉州 就叫风狮爷 就这一种风狮爷 是挡刷 所以它在泉州 起到一个护警 保护一方平安的作用 狮子作为一种舶来品 传入泉州后 很快就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和尊重 除了风狮爷之外 不少房檐的滴水兽 闽南棉床上的百建 也都出现了狮子的模样 逢年过节 或有喜事大事时 舞狮欢庆也成为 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我们对狮子的尊重 是历朝历代都保留下来的 狮子跟百姓融入在一起了 泉州对外来文化 只要对我们友好的 对我们起到一个帮助 都会包容 这一种就体现一个泉州精神 叫多元文化包容精神 斗志昂扬 英勇无畏的狮子 是力量勇猛的象征 也体现着泉州人 爱拼敢赢的精气神 生活中还有哪些泉州狮文化呢 欢迎市民们将线索图片文稿视频 发送至微信公众号全媒体后台 一起传承诗文化 弘扬诗精神